然后有个TopA01 等一下各位也可以改一下 如果放云端硬碟上面看看 有个绘图的你把它放上去 反正有个地方可以放图就好 再把它get回来看看 几张图反正你就把它通通抓下来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连结就是一个button加一个iv01 那当我按click的时候做什么事呢 去抓这张图 所以我写了一个方法 叫做GetInMap的UILresource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 我外面有做一个Tricage包覆 不不只做 做一个New3 新一个咨询序 那这个咨询序里面的话 因为通常网路连线 如果你没有包的话 好像旧版可以 但是新版就不行 它强制要你一个新的咨询序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比如说它担心说你连线 这个组执行序 如果说你又连线了 那组执行序怎么样 会在那边等待 等待结果有没有回来 那如果说今天 一直没有回应怎么办 那就程式就会卡在那里 所以呢通常会另外再开一个Thread 另外开一个通道 可以让我们处理这件事情 刚刚回来之后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个Thread给结束掉 OK 所以开一个Thread的方法 特别重要 它有个固定的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用匿名物件的方式 我们用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Thread就可以了 前面的话呢 就不需要一个物件去接它 所以呢 有没有 就像之前我们用New的 EarnDialog一样的道理 不需要给一个物件名称 那另外的话呢 你要传一个 传一个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Roundable 的这个类别给它 那Roundable 它会去实作一个Round的方法 所以呢 这里面的话 必须要再加一个Round 这个方法 那Round的方法呢 就是执行去取得 就是当我要取得的时候呢 那我就开一个指引去给它 那最后特别注意 一样跟那个 有点像Toast里面 Toast最后面 一定要加一个点 Start 它才会开始 这个执行序 OK 那最后会把最后的图 抓回来之后 那我们就再把这个图放进来 不过有的时候 会稍微Delay一下下 因为它执行序 好 可是图还没抓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可能会 暂时看不到图 暂时看不到图 所以怎么解决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它 抓还没抓下来 可是问题是 你已经把它 去指向它 可是空的嘛 就抓不到图 所以有什么方法 当它回来之后 你要